AI Agent是一个小程序,它负责在用户、AI模型和功能函数之间进行传话 比如说我们想让AI帮忙管理本地文件,但模型本身是没办法直接读取硬盘的 所以我们需要写好一系列的文件管理函数 再把这些函数注册到Agent里面 Agent就会把这些函数的信息通过System Prompt或者Function Coding的方式告诉AI模型 于是模型就可以返回指令引导Agent调用相应的函数去完成用户的请求了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Agent、Trompt、Function Coding甚至MCP的内容 可以看这期视频的完整讲解,10分钟带你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回到代码 今天我们要开发的是一个简单的AI Agent 它负责管理Test文件夹下的这些ABCD文件 这些文件都是一些视力代码 有的是用Python写的 有的是用C语言写的 还有的用的是Go 为了让AI模型能看得见这些文件 我们需要提供几个本地函数 我已经预先写好了三个函数 ReadFile负责读文件 ListFiles负责列目录 还有RenameFile负责改文件名 它们都是很普通的文件操作的代码 和AI没有直接关系 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是函数名 以及参数名一定要写得清晰 最好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 然后返回值和参数类型 也要加上明确的类型标注 因为AI模型就是通过这些信息了解函数功能的 但是如果函数比较复杂 光靠名字说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写DockStream DockStream的内容也会被AI模型看到 比如说我可以用ReadFile的DockStream告诉AI 如果文件不存在 函数就会返回错误提示 总之我们就把AI当成一个程序员 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它提供API和API的文档 因为这里的函数都非常的简单 剩下的DockStream我就不写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写Agent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酷是Pydantic AI 模型用的是Google的Gimini 但是Pydantic AI几乎支持所有的模型 你可以参考官方文档选择不同的接口 连接我会放在视频简介中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 代表Gimini模型的GiminiModel实例 模型的API Key 我不建议直接写在代码里面 因为太不安全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放到环境变量里面 比如对于Gimini模型来讲 我们就要把Key放到一个叫做Gimini API Key的变量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要手动更改环境变量也挺麻烦的 所以更常见的做法是把它写到一个叫做.env的文件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用Python.inv的load函数进行加载 它的作用和我们直接把Key写到环境变量中是一样的 不过注意提交代码的时候 不要把.env文件也一起提交到Git上 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生成一个Agent对象 负责和模型用户函数进行通信 我们刚刚创建的模型module是Agent的第一个参数 除了模型本身我们还需要传入一个System Prompt来定义AI的角色信息 比如说这里我设定它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程序员 最后我们通过Tool参数 把刚刚展示过的readfile这些工具函数注册在Agent中 写到这里我们的模型 Agent和工具函数就都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写主程序 这里我们直接通过标准输入来接受用户的指令 然后我们把用户的输入通过runsync函数直接传给Agent 这样Agent就会自动根据用户的需求和AI的返回结果来调用函数 并且完成用户的指令了 最后我们把AI的最终返回结果也打印出来 这样我们的程序基本上就写完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让他列出ABCDEF这些文件使用的语言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可以看到AI模型决定先调用listfile 把所有的文件都列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调用readfile去读取它们的内容 最后根据内容再告诉我们每个文件大概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接着问他B文件的功能是什么 可以看到AI模型虽然也回答了出来 但是他又去读了一次B文件 但是他明明在刚才的那次对话之中已经读过B文件了 怎么还要重新再读一遍呢 这个是因为当我们每次调用agentrunsync函数的时候 默认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agent是不会自动记住你上一次说过什么的 也不知道他刚刚读过哪些文件 所以如果我们想让agent记住上下文 我们还得自己保留一下聊天记录 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在每次调用完agentrunsync函数之后 我们都能拿到一份完整的对话记录 这里我们就把它拷贝一份 然后下次发送消息的时候 我们把这段历史记录通过MessageHistory参数传递进去 由于有了上下文 AI就可以记住我们之前都说了什么 之前读过的文件B也就不需要再重新读一遍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程序 我们还是先让它识别每个文件使用的语言 好 这一次我们让它根据文件的内容来给文件进行改名 我们可以这样写 可以看到这一次AI就没有再次读取文件的内容 而是直接调用了rename函数 给每个文件都加上了它们自己的扩展名 我们再去看一下test目录 可以看到文件名也都被正确的改了过来 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AI agent架构了 逻辑并不复杂 但背后的机制却很有意思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你更清楚地理解整个流程 这里是程序员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